天刚蒙蒙亮 云南省建水县洪庙村的村民 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 他们正在采摘一种 长相十分奇特的水生植物 在当地 村民们把这种植物视如珍宝 火 火 哇 这下面都是泥 这这样摸就行了 好 这都是泥 在哪儿呢 它长哪儿一般 在这个两旁的 这是吗 是 直接采吗 直接采 就 我贴根那边给它采下来是吗 那很多刀吗 拿刀割一下是吧 贴边 这就是了吗 这就是 原来长相奇特的水中植物 就是草芽 草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 可以食用的部分 却长在淤泥之中 这是当地人端午节 必吃的一口鲜 谁才最多呀 都一样吧 都一样啊 咱们这洗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装了呀 对 就装在这框里头是吧 对 草芽出水后 非常容易氧化 所以越是早一刻 送到食客的口中 味道就越鲜美 只用了 亚众 无需 可就是 并非